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专举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陈树芬 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 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人不转心转 心转进就转 我今天的主角张舍妹师姐 以前她的面总是看起来很苦 因为她的身心工作不顺利 数借必须要打起家来的经济 她每一天都要为头早做到暗 所以常常远天游人 接触到主杰之后 她专一个念头 心情改变了 每一天的工作虽然疼 但是她不感觉苦 她是怎么专专为乐的 我们就赶紧来看 水妹师姐的故事 高一的时候我妈妈就不在 我小时候爸爸就没有了 所以我自从进入持绩以后 我听上人说 所以我就知道 我要用我父母给我的身体 我会好好利益人群 然后就是报答父母恩 我们导致你这个社区的东西 你还跟我们说是 你感恩哦 你们社区的人 你们社区的人很幸福 我都把这个 都塞过五年 我都很不好意思 这我每天例行的公司 就是洗一煮饭 然后女人嘛 就是离不开厨房 离不开三餐 然后最重要的 我有经济重担 我要出门去上班赚钱 这样子 1957年出席的水妹师姐 年轻的时候做会计 经过老闆介绍 设置现在的生死 结婚之后 两个人的关联不同 又加上身心的收力不稳定 在小的女孩 附近平时 苏着就开始替人做拼手的工作 虽然很辛苦在做工作 但是他感觉很踏实 不但有买一间 可以让整个人 走风飘好的家 也跟三个女孩伤害大 以前会觉得说 平常爱我都爱我 整个人都爱我 现在会觉得说 你会去默默的把他担起来 不然要放弯弯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人挑起 要不然这个家就毁了 就是他说小孩子都上学 我最小的幼稚园的时候 我就出来做 那现在已经今年大学毕业了 然后就是一个老师 小学老师 他 我小孩的老师 他问我说要不要做 我说好啊 从此以后就下海了 我也很感恩那些客户啊 让我有工作做有饭吃 我把我小孩养大了 只有快二十年了 我不是明星啦 只是 当初他也会帮我教 这个太太也会帮我介绍 那我就问那个太太啊 蓝太太 我说你怎么敢 我自己没认识 你怎么敢搶我 他说 他说陈太太说 说他很放心 放心交给你了 他们都交钥匙的 所以有一阵子我都排满了 有人要 我已经没办法接了 现在是因为我要拿回收 我不能接太多 我实际没办法做 所以就是等于说 我有浪庞的时间 以前会自怨自爱 会觉得就是 就是心里有结啊 那现在柳上门的话 知道英荣果报 剧本都自己写的 就很感兴 刚开始也会比较啊 想哪把人在啊 后来现在知道啦 就很热面啊 就是 就是 这一只眼 闭一只眼可以过 因为你没办法改变他 你只有改变你自己啊 把他活快乐一点啊 就是有工作做有饭 就是为你很感兴的 很关照的 他常常会愿说我没有配合他 因为他同年纪的人都做老板啊 都做茶叶的老板 为什么我都不配合他 不跟他一起做生意 害他今天那么落魄 他把责任通路推给我 然后 然后我 我以前会抓狂 然后现在就听听就好 就这样子 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去做 我如果做这个时候 我变本事 我把他出工出力 我如果出门就有钱 我实实在在 我 你只专心做一件事情 然后 就是你只要去付出劳力 你一样可以过日子 在台北吃你也不怕没饭吃 做东西很严谨 有着的水妹师姐 非常丁秀老板对他的信念 所以他整个刺激 虽然这样做很严重 但是他说 这样才能真的刺激 地板真的很硬啊 跪着很痛啊 然后我也曾经那个脚 脚 脚那个膝盖啊 到冬天都会酸痛 还有我们常常工作职业病 这个手 手腕扭 扭那个抹布也会 也会酸痛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啦 职业病了啦 我就是帮他扭丢 帮他扭丢 我礼拜二来他就给我 礼拜二他来我就给他 给他去烧吧 给他去烧吧 那个林小姐感恩啊 谢谢 感恩哦 谢谢 谢谢 我赶快来弄 快点快点 够点 就是以前我在这边做事 我就跟手腕说 你那个黄布 让自己做好吗 他说好啊 你做你挑越多越好 就是另外的手腕 不是现在的手腕 那个手腕已经离职了 然后从此以后 我就做到现在啊 四年半了 那阿伯很好 他有时候 像我礼拜四 我整天在经买的时候 他会给他老 所以他很好 我说阿伯 这也是豆腐 也是受盈的豆腐 这也可以做反驳 那他也很好啊 他也会帮我留 今天... 今天要到... 今天要到... 今天要到清潔 今天要到清潔 表扫五十天的厨衣 孙美师姐在回家里 一定会去表扫整厨厨 去这里不是为了做工作 是为了带动做完回收 除了分类以外 他还会到三天清洁环境 我们帮他弄... 就是想说顺手 你帮他拿回收 就是... 这个范围也不大 举手之劳 帮他轻轻掃掃掃的 好像也是一样喔 好像一样耶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用那个袋子 今天那个社区 有的人都... 没经历 他是有... 他没有分类的 他有拿过来回收 没有做 都给我们帮忙 没有 有时候... 那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 整个都爬到外面来了 都爬到这边满满的 他来这边帮我们整理的这样子 那是... 那社区看不得到耶 那是... 那社区的看不得到耶 我不是说... 我就是说... 我直接做... 我自己拿一盏 那你如果后面再放一个 那我... 你怎么知道 小杰的感觉回收 跟自己的家庭伴起来 有很多 所以做起来 非常熟悉 这是这么多回收的东西 宿舟是要怎麼載造的 這是還可以 現在這個環保要載去哪裡 載到我家 妳家是幾樓 我家四樓 對啊 她家四樓 還可以 還可以 OK 我騎得很慢 還好 因為以前我剛會騎摩托車的時候 我也不敢 要上班 我也不敢過隧道 很怕我會把摩托車停好 然後坐公車對不對 那我就想說 那幹嘛要蓋一個隧道 剛才把它炸掉算了 然後我覺得沒有那個阻礙 會海闊天空 我騎車怎麼樣 可是那個隧道就有壓迫感 也覺得很危險 比如說我也承認東西掉了 後面有車也是很怕 你如果露露露露就不怕 所以我們綁的時候都要很小心 綁那個環保的時候很小心 所以有時候很擔心 想說要自己拖 要自己拖 不過安全問題還是要顧慮到 對啊 那很安然 很坦然 就我每次要起兜的時候 有聖靈啊 我真的 就是可以平安 我這個要讓聖靈去救人 可以讓我可以平安 可以再回來這樣 拖回來這樣子 對 孫密師姐很怕拚在做環保 他沒有放過任何可以回收的東西 也將來沒有停止求環保 因為沒有出門頭買五歲 所以每一天都被一樓滑去四樓 人間把回收的東西整個乾淨 希望不能做成大家的困擾 準備喔 孫密師姐的小孩都在大學畢業了 她的工作量減少了 多很多時間出來 她可以專心導力做幾天 學員學員 學員 學員 學員十五位 十五位 好啦 這樣 笑很清楚 然後呢 吃飯 吃飯 大家一定用餐 28位 我們媽媽的資料 那時候 有師姐帶我去睡眠祝福 然後帶我去環保站 因為很自然 我就是愛上這個地方 愛上吃雞 然後就是想說 如果我這麼大 我可以奉獻我自己的 一個小小的幸運 我也曾經說過之前 就是會比較自卑 然後一臉的苦笑 然後就大概是環境 會覺得讓你壓得喘不過起來 就是沒有笑容 我很感恩有因緣靜持劑 改變我的人生 讓我可以說 讓我的晚年生活 可以過得比較豐富一點 為現在我們的生活組 包括諮詢 也要做這些工作 很煩惱 我也曾經說過 常常會頭痛 然後我的萬金油 我的白花油 立如今從來沒有離手 然後做環保以後進來 他就是 就是沒有 就是好啦 也不用吃什麼藥 心就開了 可以講說他是認定 這一條路是對的 他就勇猛監禁 他從不退休 而且他盡他所有的時間 他都參與 他去工作之下 都會把這些環保帶到他家 他就從一樓扛扛扛到四樓 那是 你去工作 那是 他沟哥 他自己做了